大家好啊 这是我从北京带回来的大蒲扇啊 看见了吗 这个我坐飞机啊 坐飞机带回来的啊 背着大包还拿着行李 我这还站一个手啊 拿着大蒲扇 确实两块啊 带回来两把分两回 去年前年我可没少回国啊 去年前年回国四趟 我老婆还比我多一趟五趟 是吧 哎呀 回北京啊 就直接奔二里沟 新疆驻京办啊 吃拉条子 羊肉串啊 这也是国内带来的一个扇子啊 马到成功 看见了吗 徐悲鸿的马啊 徐悲鸿的马 赝品啊 赝品 哎呀 哎我们那小猫呢 小猫猫在那睡觉呢 这个有的朋友还说了啊 让小猫出来上上镜啊 哎呀 说点稍微严肃的话题啊 严肃的话题 这个三峡呢 每年夏天大家都怕他溃坝 怕他溃低 老是提心吊胆的啊 这个三峡大坝的这个工程 也引起了很多的争议 包括当初上马的这个过程 包括后续甚至这个电费 是吧 当初承诺八分钱 也根本就没实现 说的特别好听 是吧 嗯 我呢 北方人啊 北京人 很少 在汛期啊 我这个人啊 胆特别小 胆特别小 我特别谨慎 这个一到夏天 这个 山洪爆发 比较一发的 这个季节 我就不往南边来了 我就不往南边来了 我就在北方待着 夏天呢 我要避暑 我就奔东北 或者奔内蒙草原去 南方我真不敢去 是吧 所以每年南方都发生这种 洪涝灾害 然后都会有一些同胞 失去生命 是吧 看到那个电视画面啊 或者是网络上的那些视频啊 真真的让人触目惊心哈 泡在水里边 还有的人触电 是吧 还有这个危险呢 水里边这一跑电 有的人走着走着 啪死了 是吧 水火无情啊 现在呢 人类发明了电以后 应该叫水火电无情 是吧 非常恐怖 这个 我说是什么呢 我在燕郊吧 也住了一段时间啊 在燕郊也买两套房子 这个 有一年 哪年 16年左右吧 16年 然后我老婆那天非得催着我 去燕郊的油电局 取一个包裹 非要让我去 因为那天天气预报 就是要有雨 而且那天已经阴上来了 天都上来了 我说别去了 别去了 我媳妇吧 说实话 我也得宠着点 是吧 没辙 就得去 脾气上来了 急脾气 我也没辙呀 我这人居内 怕老婆 我说行行行 好好好 去吧 我心里说实话 我100个不情愿 对吧 因为毕竟我 我比我媳妇年长一些 我比她有一定社会经验 我那天预感就不好 结果到了那邮局 那个燕郊 那小邮局啊 哎呦 那个服务的态度没问题 就农村那么一间破房子 然后没有 我那邮件 啊还是从海外来的啊 从海外来的那个信 一直盼着那封信 找半天找不着 叫时候哗哗哗就下雨了 结果我们说走吧 走 走到某一条路上 那条路我就不记得名字了啊 雨就开始下大了 然后那车走着走着 孤灯 就进水了 那排气管子进水了 走不了了 坏了 赶紧给保险公司打电话 然后在交通队还得报备 等 结果嘿 你说吧 真是倒霉催的 没过一会儿雨停了 然后那个水也下去了 要是我们那会儿也没经验 如果我们遇到下雨天 别走了 找个地儿停在那儿 可能也好点 不知道 也没想到这个烟郊那个地带那么低洼 后来才知道啊 尤其是烟郊里边 烟郊镇里边 有几条路 一到下雨天就烟 好多车都打不着火了 后来来了一个救援车 救援车问我们 是在河北这边修啊 烟郊不是属于三河吗 北三线啊 廊坊的北三线 是在河北这边修啊 还是北京这边修 我们说北京吧 后来说那你去朝阳还是去顺义啊 后来我们考虑朝阳那边可能大堵车 顺义那边比较偏 我们说那边是顺义吧 后来给我们弄到顺义去了 还有个问题 很多人不知道啊 就是你这个车不是被水淹了吗 熄火了吗 打不着了吗 你千万别再打 你一打 这车就出毛病 电瓶吧 还是什么就容易出问题 而且如果你打着火了 保险公司会问你 你打电话的时候 说你这车熄火之后 你发动没有 你再打着火没有 如果你说打了 他就不赔你 当然 他这是没理由的 他的一个土政策 一个土规定 但是确实你不应该再打火 你就应该赶紧打电话 我们那车那次那个水都进我们的驾驶楼了 那水很大的 后来慢慢慢慢渗下去了 最后把我们的车拖起来 拖到了顺义 顺义县城西边 然后马路南 一个4S店 整整修了一个月多 一个月还零几天 为什么呀 那个院里边都停满了 都是出事故的车 其实他修的时候很容易 但是他需要把这车晾晾 晾干一些天 晾干 而且那个还有排队 另外呢 其实他就是拖着你 拖着你的时间长了 让你觉得你花这个钱才值 要是两天 其实就鼓动两下 换两个件 就是拿那个班子 随便动两班子 修两下其实就好了 有的时候也固若玄虚 故意把这时间拉长 是吧 所以在中国有的时候 开这汽车修理厂的 非常赚钱 有一年 有一年我追了一个尾 我开我的切诺机 在那个西边门 那个桥上 从丰台南原 从那个北京市公安局 特警总队 从那边回来 然后往北上开 前面一辆奥迪 我光一下给他追尾了 追尾之后 一个浙江的人 浙江温州的 在北京做生意的 下来急了 非得让我去他指定的地方 给他修 他要去的4S店 我说我保证给你修好 但是你让我去那地 我不去 我说那地方肯定要高价 是吧 我保证给你修好 不干 报警了 我说那你报吧 是吧 警察来了 警察来了也这么说呀 警察来了说人家给你修 但是你非要说去什么地 人家没有理由 非得跟你去 后来找了一个地 花了四千 实际上呢 成本才八百块钱 可是你要去一个4S店 那恐怕得花个一万多 找了一个修理厂 就在东四环 朝阳公园桥 六地屯东边 那会儿那边还没拆迁呢 那个厂长是一个满族人 姓关 关厂长 就是关他拉市 或者关二家市 那哥们眉毛不是粗 然后长得跟那个鹰似的 鹰损似的眼睛 也黑了我一下 八百块钱成本 要我四千 哎 这都是过眼云烟的事了 那官厂长也开切诺机 经A6多少多少 或者经A8多少多少 都是政府机关的车牌号 好吧 就聊到这 谢谢了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